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支界的牛转 觉者为佛 弥者为众生 所以这叫颠倒梦想 就是颠倒了 把你是佛颠倒成众生了 然后我们才清洗 修行 消夜 好像没了的宴章 然后我们是有病的 我们是残缺的 我们是无名的 我们是一大的呀 但是你这个梦真的不错 而且确实是进化了很多 你在修正的时候会进步 但是肢间上逐渐的圆满 一定要圆满 虽然是东南间的这一点去 但是 因为你觉得 是的 你天中与散的 好的 光明的 因为你在着笑 你在着笑 我们在着笑 就像如果 如果我说 你就是个宇宙 你的身心就是个宇宙 包含宇宙一切 你肯定接受这个观点 但是宇宙里边包括垃圾 你肯定说垃圾 我不会把垃圾放在身心里面 我的身心里面没垃圾 快要得吐出去吧 吐出去 如果你是宇宙 吐到哪里呢 如果你是宇宙 没有内外 吐到哪里呢 吐来吐去 还不是在自己那折腾吗 本身这个吐来吐去 就是你的认知 是吧 内外是你的认知 吐来吐去 还是个认知 是不是 你跟众生是个认知 你跟如来也是个认知 没有如来 没有众生 方式如来 破如来像 破众生像 如果我们还照相的时候 那么就向着光明走吧 没问题啊 如果你还照相的时候 去修行善法 物以善笑而不为物 也恶笑而没之 那所有的去 用正向思维去做 比如说吐了 你就是觉得 把坏的东西吐了 我消了一夜 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就这样去认为 那就是真实的 我就是在修行有进步了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在照相的时候 就爱照相的这个角度走 但是呢 但是你要知道 自己修行的 就是说 有些地方是照相的 照相法 你对善恶的认知 其实是 就很 只是说 我不做善 但是 就是说 那就是善 很准确的 因为我应该是 朝队跟那个 什么的 不应该是 朝队的认知 不 这个 就是说 比如说 当你有善恶的分别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 就有喜气欲望 就有种种恶业嘛 也生生世世 你也有恶业嘛 那么当你的喜气欲望 犯了的时候 如果你是偏罪与善法的 那么你是 对自己不慈悲的 你不允许自己有恶业 你不允许自己是坏的 你不给自己这份慈悲 你不会在里边 坏事里边 这些空性的 那么你会没有力量 当你自己 如果变坏了的时候 你都完全没有力量了 在修行里边 如果你的喜气欲望出来了 如果你的恶报熟了 你在 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说 各种优越俱途 逼迫你 不得不做一件坏事的时候 那么你认为 如果你的善恶很分明 你认为这次坏事的时候 那这件事 会毁掉你了 完全毁 就是你站也站不起来 你觉得自己 没有力量 但我这样说 并不是代表让你去做 或者是 是到无处不在 到无处不在 垃圾里边也有 坏事里边也有 只是人类说 那叫坏事 但是这个坏事里边 有因果 你要不被因果看到 当你去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 坦安承受果报 就是大菩萨是说 比如说 他去杀人 他杀了这个人 他杀人 他也 他因为优越去做 我杀了这个人 但是我知道 这个果报 可能让我下地狱 或者什么 他坦然地承受那个果 他接纳那个果 不怕 不畏 无畏 但是他也不会 为了自私的利益 无缘无故去杀人 但是一旦逼迫到那 去杀了人 他不觉得 这是个坏或者好 他没有这种分别的 他只是说 需要 今天我遇到了这件事 需要我去杀掉这个人 那我去杀了 我然后承受果报好了 我不知道 每一个菩萨不一样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他是真正的菩萨 他肯定在做每件事 包括做杀业 他也可能会利益众生 或者是有的去 比如说有的去保卫祖国 或者比如说有战争国家 有奈或者什么 他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的公民 他是个菩萨 他是个公民 他有没有可能 持着刀拿着枪上战场 那个时候你说是利他 还是利自己 你不知道知道吧 但是这句六祖说 龙刀上阵也借空性 到无处不在战场上也借性啊 但是也有可能那一刻 你就是就算你打着保卫祖国的名义 但是你的祖国真的那么正义吗 也许这个打仗嘛 谁知道谁谁动手了 谁知道呢 但是你去战争了 你去参加了一场战争 那个战争正义的非正义 这是人力的定义 是不是 那么你的问题是 一个修行者的问题 不是说去 在那个场战争里 都去分别谁正义 只是说英国死然 那里边有很多果报的 只是说我杀了人 我坎然的面对我这份力缘 就是说有一天可能我 如果遇到他 我去全力偿还 无悦无悔 就全力偿还 但是今天我无可选择我要上战场 因为我是这个民主的 或者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我有权去保卫领土 这是一个人力的游戏规则或者守则 在内心里道无处不在 他甚至在地狱里 但是你不可能在地狱里成道而已 因为地狱太苦了 但不代表道不在地狱 否则地藏王菩萨也不下地 不住身 是吧 所以老师我觉得我的应该 我的目标是应该是 那个不上乘的政绩 并不是在这个善恶里面去 并不是做一个善人 对 敬恨 从敬的 我们也做不了一个 从敬的善人 是吧 因为我们有坦诚其脉 有其情侣 怎么可能说 什么叫善 是不是 什么叫 在恶的人 恶就有善 善就有 在恶的人 他对自己爱的人 也爱的人 或者被爱的人 他也很善 他喜欢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很善 像个菩萨 在恶他也是吧 虎毒还不识子 但是在善的人 他面对自己的仇人的时候 也分外野红 仇人相见 他也会起秤行 是吧 就是善恶 只是说在某一个时空 以某一个时空的定义说 他叫这个是善的 这个是恶的 他因为在某一个时空 他有一个共同忠守的种则 在这个种则里 你这样忠守是恶的 这样忠守是善的 那么这个种则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人 你要知道 去伤了另一个人 除非变态不可说了 那大部分是有因果的 他无缘无故 谁会想 谁会想去伤害别人呢 他里边很多英语在里边 你看不到英国 只能说那是个坏 但是你做了一个人 做了一个佛弟子 也不能在人道部 成恶阳善啊 那否则你说 我不分别善 在人道 这没有原则了 是不是 你站在那说 没有善 我只有因果 让他杀他去吧 是吧 那你 人家说 他这学佛的学成什么样子了 是不是 是吧 连基本的那种 正义感也没有了 是不是 你知道 在你知道有因果的 他杀他是有因果的 如果这个人要杀这一大堆人 你明明知道 也许以前这个人是条鱼 大家把他吃掉了 分吃的烤了 大家派体不是把他烤了吗 人家最近欠来了 还债嘛 我要把你们全干掉 我要也把你们烤了 那个时候 你明知道这里边 是有因果的 上一世你欠他的 但是 大家现在同为人 同在这个世界 同是人道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说 约约相报何时了 你可以跟他讲 如果他还是不听 你肯定把他杀了 保护这一大堆人啊 是不是 那就是佛弟子 但是那一刻 你知道你介入了因果 那么你跟他就是 念言杀业啊 那有一事 你遇到他了 坦然灭对 也许你会被他杀掉 或者是什么 那么坦然灭对 承受果报 或者下一次 你赶紧修道修道 你承道了 把他杀了 也许把那些恶言 杀业就转化成善言 就是这样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作为人力 你还是要成为阳塞 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 以一个人的标准来去做事 但是心中你不媚英国 知道英国的道理 就是菩萨行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智慧是最重要的 智慧是什么 最重要的 智慧就是分别善恶 不媚英国 知道这就叫智慧 每一个 每一个 在每一件事里边 去了知佛的 知觉是什么 这就叫智慧 并不是说你 修修修的十年以后 我出来个智慧 没有一个智慧可得 是每一个事情里面没有毛区 站在三界六道的基础上 去看问题 圆满地看问题 这就是智慧 有些时候 哪个放 真的很难抉择的时候 慈悲 以慈悲为怀 这是菩萨道 慈悲是地位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是俩难 你这样做伤了 这个这样做伤了 你怎么也不可能圆满 因为你总觉得有缺失的时候 慈悲 第一是慈悲 第二呢 是以他的尘道 放在地位 度他尘道 放在地位 以他的最后解脱 放在地位 这就行了 包括对自己也是 对自己也慈悲一点 但是大乘菩萨 在修行过程中 一般的刚开始 都是自伤的 因为伤自己嘛 他要利他 他必须伤害自己的利益嘛 所以但是自己又有决生嘛 所以自己会觉得老很委屈 老是就是伤害自己 老是伤害自己 那是因为你有我 所以有一天 那只不少 无我的时候 这个智商就成了功德 在有我的时候 那就叫智商 那就叫内商 有利益 别人肯定伤害自己的利益嘛 那就是伤害 所以自己有时候也会受伤 但是自己干的 自己伤自己嘛 那好像觉得这个功德 像老是写些不出来 做了那么多事 但是自己一直没有功德 好像就 不是啊 什么忍辱啊等等 但是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 知道吧 因为你的我知还在 你才有这种方便 我知破完以后呢 刹那之间 你所做的一切 呈现功德 那就是功德 因为你正德 就写些出 他就成了功德 否则就是 失去啊 不失啊 牺牲啊 奉献啊 有我嘛 有我就是这些嘛 那你就是付出嘛 那你就是失去嘛 那你就是奉献牺牲嘛 那还不是 但是所有的一切 菩萨道都是为了破我之而设立的 因为你有相 你才觉得失去个付出 有我有相 你才把这个杯子放在这的时候 不管他叫贵阳 他叫布施 他才有一个东西在这 找相 破相 因为大臣 大臣道 佛法的智慧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做一个慈善家 佛法的智慧 不是让你做一个善 但是要无以善效而不为 去破你的逆源 就是你有什么 神圣师 有很多逆源 还有藏道的东西 用你的慈悲来破 用你的无条件的善 慈悲其实已经超越善了 善是有条件的 有我的慈悲无底线 无条件 去破它 破掉自己的 甚至是是的业力 然后你的修行会越来越快 安住中道 不失散 不失恶 安住中道 在修正的过程 安住中道 但是在这个世界 做一个善 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在大臣布上 打来说 你这些是先天 那你把个人 那你各个人 而不去做 就那一千个 就是说你说 怎么抉择的问题 是吧 你这个就像 我妈跟媳妇 掉水里 先救水的问题 当下那一刻 你做了啥就是啥 那一刻你的所有决定 都是圆满的 不管是哪一个 相信自己 做哪一个 独悦无悔 那是你的选择 你智慧的选择 如来初来不会选择错 没有哪个更好 对 没有哪个更好 他就是太能计算 怎样才能更快 人类的通病 是吧 菩萨从来不考虑 这么头脑的问题 他不会这样子做 妈妈给媳妇掉水里 先救谁的问题 逮到谁 扔到谁 还少把她管 她是谁的 可能在水里 看也看不见 是你妈 还是媳妇 已经蒙了 是吧 救了再说 管她是谁 是不是 她不会那样想问题 人类总是 设想设想设想 这个 是不是 当下那一刻 你的智慧就是圆满的 当下那一刻 你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 也许你会觉得 对人类来讲 也许会觉得 那个选择是有遗憾的 也许我这样选择更好 那要选择更好 知道吧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 菩萨道上的修行者 选择完已经放在那了 因为总有遗憾 救了这个 就救不了那个 实际是 生命是很短的 是吧 然后下辈子再来 再救啊 这样 时间空间 对生死都如虚妄啊 其实众生的生死 其实这个慈悲 有时候 如果你有慈悲相 你会了解吧 众生的生死看得很重啊 度众生啊 这些事很重啊 讲经说法 活跃佛法很重啊 是不是 佛说法上应舍 是吧 生死虚妄啊 有什么可做的 有什么可做的事呢 活跃佛法有那么重要吗 法上应舍啊 就是 到最后 佛法也要舍啊 众生迷的时候 才有佛法 才有度 怎么 众生没有 不迷的时候 一切法都是佛法 对觉者来讲 一切法都是佛法 佛法变得蛮简单的 吃喝拉扎睡 都是佛法 迷的时候 他就有导引你走出毛去 那个好像就更像佛法 因为我们迷失的太多了 什么时间空间这些 你说佛法好像多大精神啊 很多东西啊 如果你看着 众生的生死 心里还很苦的时候 你还有慈悲相 有慈悲相 你就不会有力量 找了苦相 怎么会有力量呢 那么苦 你怎么会有力量呢 伤心也够你伤心了 有力量 去歌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